从未见过如此牛叉的电影 不仅明星大外数不胜数 同时也是主角下线最快的影片 话说在民国的上海滩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抗日时期局势动荡先生因不满汪伟政权的外国行径 于是便火同神偷黑帽子 连夜窃取了保险柜的密约 准备将消息带到香港 以此来揭露汪精为卖国求荣的真相 高先生从南京逃离到了上海 为了确保密约万无一失 他托人求助了上海滩十三太保中 有着一副当道之称的沈刚夫 此人虽为上海滩的黑帮大佬 但却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 当他得知高先生也是为爱国人逝世 立刻表示了自己权力支持的决心 然而消息很快传到了特务头子红树武的耳中 他即刻致电手下魏小天 让他召集人马除掉高先生并抢回密约 这天高沈二人正在商量着前往香港的路线 与此同时 一个身穿白衣手提长箱的人出现在了对面阁楼 他就是十三太保之一的长枪小杨 但他早已被特务收买 此行目的就是为了暗杀高先生 殊不知他的行动早已被沈刚夫察觉 为了将高先生成功送走 沈刚夫决定按钉不动将计救计 他喊来了十三太保中的烟嘴 让他护送高先生安全离开 并找个隐秘之地先行藏身 还说到时自会有人前去接应 接着沈刚夫静坐不动和小杨晚起了耐心 夜幕降临 沈刚夫开始行动 他先后安排了几个替身出门试探 怎料小杨的眼神贼好压根就没有上当 虽然等了一天心情有些失落 但他仍然保持着那份冷静 沈刚夫心里明白 他需要一个高仿替身引诱小杨出击 烟嘴才能趁乱送高先生离开 可是最后的替身必须要牺牲 沈刚夫只能从自己的兄弟中寻找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 一位名叫小杨的手下却自告奋勇 沈刚夫面对如此身名大义的小弟甚为感动 他表示小杨的家人从今以后都会由他供养 然后他让小杨换好衣服准备就绪 果不其然 小杨一出门就被小杨一枪毙命 于是手下们虚张声势开始搜捕 小杨见状急忙逃离阳台 烟嘴则趁乱带着高先生顺利离开了神府 此时以为任务完成的小杨 得意洋洋的向特务红树逃上 不料却被对方用刀架在了脖子上 好叫你死得明白 你杀错了人了 你杀的是沈刚夫的手下 说吧就被魏孝添一刀毙命 接着红树武气势汹汹的带人闯到了神府 一进门便笑里藏刀的吹捧 沈刚夫是上海滩十三太保的领袖人物 说起长枪小杨 红树武当即表示这是误会 他声称自己已将小杨除掉 然后直接开门见山的威胁沈刚夫交出高先生 可沈刚夫压根没把他放在眼中 字字句句都让他哑口无言 一旁的魏孝天见状 立马表示要和沈刚夫切磋起招 奈何自不量力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反被沈刚夫一只手将他打得连连后退 气急败坏的他随即掏出短刀 双方局面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幸亏红树武及时出来制止 也为他意识到高先生早已不在此地 这样纠缠下去并没什么好处 随后只好愤愤不平地带着手下离去 另一边 烟嘴将高先生安顿在旅店之后 正准备出门打探消息 不料却在门口看到了追来的魏孝天 知道大事不妙的烟嘴立马有了主意 他将服务员叫到房中趁机打晕 并让高先生换上了服务员的衣服 然后假借送客之名坐上了黄包车 不料这一幕正巧被魏孝天察觉 烟嘴赶忙吩咐车夫将高先生送到采访铺 自己则留下来断后 踹飞两个手下后他将大门紧闭 随即众人掏出武器一拥而上 作为十三太宝的烟嘴身手自然不错 即便对面合力围攻都不是他的对手 很快将对方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就在这时魏孝天从背后偷袭给了烟嘴致命一击 垂死之际的他喷出口中的烟嘴带走一人 就这样 十三太宝中的烟嘴从此落下了帷幕 这边车夫很快将高先生送到了指定地点 然后一个眼带镜片的小伙将他招呼进了门 此人正是十三太宝之一的眼镜 他将事先准备好的衣服递给高先生 接着从眼镜口中得知十三太宝之中有好友坏武功不一 甚至有些人的身份一直都是个谜 他嘱咐高先生 如若碰到熊虎鹰豹一定要多加小心 因为他们几个早已被红树武收买 话音刚落 街头的小孙来到店里 准备带着高先生前往富翁家暂避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之时 店里的小弟突然反水掏出了武器 原来他是魏孝天安插在此的卧底 为了掩护高先生安全离开 眼镜扛着伤害将小弟扑倒在地 并让两人赶紧离开 然后眼镜使出暗器将小弟中伤 他更是不愧十三太宝的威名 即使中了枪伤都不影响发挥 只见他越战越勇 小弟丝毫没有胜算 最后一个二踢脚将小弟打趴在地 接着拎起他就是一顿猛烈叔叔 就在眼镜以为胜券在卧室 小弟却意外摸到了身边的手枪 最终眼镜也为自己轻敌惨烈下线 这时魏孝天带人赶来 奄奄一息的小弟 强撑最后一口气 将高先生的行踪告给了魏孝天 奈何这一幕早已被红树无料的 他已然派出十三太宝中叛变的罗虎 前去偷袭 富翁陶大叶是沈刚夫的好友 此时的他正听着小曲享受着美女的陪伴 全然不知敌人已经杀到了家门口 自己的保镖也都悉数被灭口 突然一声枪响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赶忙出门查看 察觉不对劲的富翁 即刻让美女们躲了起来 不出片刻 罗虎带着小弟破门而入 陶大叶直接现身跟众人展开了较量 眼看小弟不是对手 罗虎脱取衣服加入战斗 陶大叶虽然常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但他的武功依旧毫不逊色 即使面对十几人的猛烈进攻 他也全然没有放在眼里 凭着一流的拳脚功夫 很快便将小弟们打得落花流水 甚至连罗虎都没占到丝毫便宜 可陶大叶毕竟上了年纪 每次打完之后都让他忽视带传 就在罗虎准备持刀上前时 却意外撞见了楼上的美女 他知道机会来了 即刻示意小弟将美女抓来 此时的陶大叶意识不慎 被人用尖刀从背后砍伤 就在他还手之际 美女一声咯咯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罗虎趁机朝他的胸口猛然挥出一刀 陶大叶看着被抓住的妹妹 心头充满了愤怒 对着小弟就是一顿疯狂暴击 已然杀红了眼 就在这时 罗虎持刀从背后现身 毫不留情地给了陶大叶前后两刀 陶大叶口中的学生 不仅是十三太保的成员 而且还是他的妹夫 知晓这一消息的罗虎 让手下将美女官在房中留作他用 然后吩咐手下收拾好战场 准备守住带兔 很快小孙带着高先生赶来 毫不知情的两人 刚一进门就被罗虎的手下擒住 寡不敌众的小孙很快便领了盒饭 就在罗虎众人挟持高先生准备离开之际 一个白衣帅哥突然破门而入 二话没说就救下了高先生 出场的正是年轻时的华仔 一袭白衣青春无敌 他就是十三太保中的学生官位 凭借着高超的武艺 一路将高先生护送到了二楼 罗虎见状 立刻借力跳到楼上拦截 然后脱去衣服 掏出双刀 华仔赶忙让高先生闪到一殿 为了公平也亮出了自己的武器 华仔一一敌众丝毫不拒 轻轻松松就解决了一众小弟 最后只剩罗虎跟他一对一的较量 只见罗虎的双刀处处被压制 很快被华仔打得屁滚尿流 华仔趁机带着高先生准备逃离 不料在楼梯间遇到了被挟持的女友 华仔瞬间陷入两难的境地 此时罗虎也追了出来 他却华仔放弃大意选择爱情 并做出承诺会放他一马 甚至小孩才做选择的道理 华仔自然是两个都要 随即滑下楼梯结果了两个小弟 罗虎见状提刀飞向了高先生 华仔眼急手快用身体扛下了所有 并顺势用改锥刺死了罗虎 身受重伤的华仔在临死之际 让高先生自行前往赌场寻找下一个街头人 就这样华仔恋恋不舍地死在了爱人的怀中 而在另一边 浪子叶不凡得知了学生跟富翁身死的消息 他赶忙出门寻找高先生 不料却看到了几个陌生的面孔 浪子随即喊来手下 让他们认清高先生的容貌 并吩咐手下暗中保护 同时浪子还得到消息 特务方面已经派出了快刀相方和雄丽 但是从未有人见过他们 为了不打草惊蛇 浪子只好静观几遍 这时赌场进来一位男子 静止走向了高先生的赌桌 他态度蛮横 直接撵走了一位客人 浪子得知后赶忙出门查看 经过几番试探却一无所获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迎面进来一个笑容猥琐的胡子男 浪子不知这些人是敌事友 只好吩咐手下紧盯堵桌随机应变 自己则独自回屋打算应战 这时赌场有人闹事引起了混乱 浪子的手下立即上前将高先生护在身后 不料一名手下突然临阵倒戈刺向了高先生 好在被旁边的西装小哥一脚踹飞 此时另外一人跳了出来 他食指弯曲全法四方 立马被西装小哥认出了身份 那是个豹子 这位是谁 梁少雄 哦 少爷 两人身份瞬间明朗 浪子刚将上前帮忙却被胡子男拦住 此人正是叛徒熊虎鹰豹中的熊丽 敌我明了之后 四人各自为战展开了战斗 熊丽虽然武功不差 可与浪子相比还是逊色不少 另一边少爷跟大豹打的也是如火如荼 眼看战斗一时也难分胜负 大豹突然脱去衣服露出铁爪 对着少爷就是一击 然后直奔目标高先生而去 浪子健壮丢下熊丽前去支援 此时高先生身边只剩一个小弟 熊丽看到机会正要出手 却被少爷从中拦住 大豹这边仗着武器傍身 出招越发的肆无忌惮 就连武功高强的浪子也得退避三分 最后只好用围巾来克制大豹的铁爪 少爷对战熊丽多少有些吃力 接二连三的被对方戏耍压制 熊丽的目标是高先生 他瞅准机会直接送走了小弟 然后朝着高先生飞奔而去 浪子健壮再次出手挡下 今生逃跑之意 怎料被浪子的围巾缠住一把拽毁 表演了一幕爱的魔力转圈圈 很快打斗升级成了四人混战 浪子跟少爷互相配合 他们先是一脚击退熊丽 然后浪子用围巾将大豹的双臂禁锢 少爷趁机一招九阴百鼓爪 徒手取出一根肋骨后将其掰断 大豹受不了疼痛当场去世 熊丽健壮心生愤怒 刚想上前解决高先生却被两人阻拦 最后在浪子和少爷的合力攻击下 熊丽被勒到大动脉寒恨王 二人正准备送高先生前往码头 门口一个白衣男子突然飞出 浪子毫无防备身受重伤 此人正是快刀相方 浪子眼见情势不妙 示意少爷先带高先生离开 然后掏出怀表丢向快刀 表盘落地瞬间爆炸 快刀急忙躲避 但还是射出一刀正中少爷腰间 快刀正要紧追起后 浪子却再次启动机关为他们争取时间 待到烟雾散去 门外早已没有了人影 浪子也因此壮烈牺牲 很快少爷带着高先生赶到了码头 不料在途中遭到了埋伏 对方人数众多一涌而出 让本就身受重伤的少爷 最终挨了数刀失去了战斗力 他眼看高先生被困 还想拼死起身保护 但却根本站不起来 危急时刻 一个叼着烟斗帽似狄龙的男人 出现救下了高先生 原来他就是十三太保 排名最前的教头 少爷完成交接后便倒地不及 随后教头带着高先生来到屋内 并表示明天一早就会安排高先生坐船离开 突然魏孝天带人闯入就要开打 教头一马当先迅速上前 只见他出招凌厉霸道 很快将小弟们悉数干掉 魏孝天见状掏出匕首 亲自上阵 可即便手持短刀都没有占到半点便宜 反被教头打得连连后退 魏孝天气急败坏 更加卖力的疯狂输出 但都被教头一一轻松化解 与此同时 一个矮胖的大汉出现 他见场面混乱无人顾忌高先生 便徒手劈开门框一下杀手 码头的兄弟见状 迅速飞身救下了高先生 不料众人被魏孝天的首相和大汉围攻陷入了困境 教头眼看情势不对 快速将魏孝天重重击退 然后跟大汉展开了激烈的交战 原来大汉就是雄虎鹰暴中的黑鹰虎大力 这时魏孝天也加入了战斗 教头凭借着高超的武艺 在两人合力围攻的情况下 依然游刃有余应付自主 突然一条白色的围巾从天而降 原来是快刀相方前来增援 教头刚想替浪子报仇 快刀却一个跟头跃下直奔高先生而去 然后毫不留情地杀死了保护高先生的人 他的刀是出了名的快 一刀一个很快杀死了不少弟兄 最后仅剩的几人也不再对抗 他们毫不畏惧地挡在高先生身前 面不改色眼神坚定 相方健壮心生敬佩随即选择放弃自杀 突然一个小弟叛变 扭头杀了一个兄弟之后 还想试图偷袭教头 幸好相方用飞刀及时拦下 原来他就是潜伏在教头身边两年的小豹园将 就在他准备前去支援时 相方挺身而出与小豹交起了手 与此同时魏孝天的手下准备趁机杀害高先生 被相方打落油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另一边魏孝天眼看对战教头一直未过 便丢下胡大力杀向了高先生 教头眼观六路紧随其后将他阻挡 经过激烈的交战 教头三下五除二将魏孝天打成了重伤 此时相方与小豹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他略是小技将小豹引到高处 然后飞身而起一刀送小豹领了盒饭 借着一刀一个的解决了魏孝天的手下 还顺势办了件好事 给了魏孝天一个痛快 仅剩自己的胡大力显然不是教头的对手 被教头胖揍一顿后 又被一脚踢到了沙袋中吐血而亡 电影似乎已经接近尾声 然而故事并未结束 快刀作为杀手本该收钱办事却临阵倒戈 只因他被众人的英勇无畏所感召 如今他破坏了杀手的规矩 就要有所交代 相方以十三太宝排名为由 执意要与教头一较高下 他卸下多余的飞刀 只留一把发起进攻 教头本无意与他鄙视 奈何相方执意如此 他只好使出全力去应对 两人武功相差无几 一个持刀一个持棍 势均力敌 虽然相方的刀法凌厉很辣 但却被长棍压制的无法近身 教头手持长棍刚柔并技 将自身的功夫与棍法融合 即使面对快刀的猛攻 也游刃有余 尖锋对麦芒两人打得是难舍难分 在数回合之后 相方飞上沙袋一月而下 教头本能地举起长棍防御 怎料相方扔掉飞刀 毫无闪躲的营棍而下 因此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教头看到地上的刀 他瞬间明白这是相方的选择 虽然可惜 但也无能为力 最后高先生在教头的护送下 顺利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货轮 踏上了新的征程 该片是香港七十年代 武侠片宗师张彻的晚期代表作之一 齐开一代先河的男性视角和暴力美学 在片中仍然丝毫不减 兄弟情义 江湖恩仇 民族大义 在小小的上海滩激起层层拨来 影片紧凑 打斗场面惊险刺激 演员表现出色 阵容强大 同时电影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 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残酷 本片到此全部结束 咱们下期江湖再见